暫緩軍改 暫緩軍改 暫緩政府 暫緩政府 行政院長賴清德 而好前往立院進行施政報告 不過院長還沒上台 國民黨團就拉起不調高喊口號 並遞交測情書要給賴清德 希望軍改內容應該要再加強溝通 沒有溝通 沒有軍改 假設要改的話 必須精工教勞 一軍改革 我們不希望這些的軍工教的改革 民間改革 被作為這個對象 但賴清德表示 會再跟立法院多進一步溝通 軍改法案也會暫緩排入行政院會議程 但軍工教年改同步實施目標 仍然不會改變 就是軍改跟公教年改的政策 在7月1號同步實施 這樣的政策目前並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就對了 還是希望軍工教一體 在7月1號 所以這個會期一定要送的進來嗎 這個會期會送進來 賴清德強調會在這個會期 把軍改草案送進令院 而民進黨團一早召開黨團大會 總召柯建民表示 軍人改革條文中 仍有五六條具有爭議條文 需要討論 這只有61條文而已 那關鍵條文差不多五條嘛 所以只是大家的心態 要不要溝通要不要好好來面對 這比較重要 所以這只關鍵條文的話 在委會 在公經會委員會大家可以討論 超會想也可以討論 賴清德表示 軍職人員年金法案 會嚴謹考量國軍服役特性 並且在長留久用 重憂照顧國軍權益基礎上 設計合一制度 而相關制度 仍會持續跟社會溝通 於是新聞 小娜雜雜落立法院採訪報導